做的這個 涼鞋當成一個現場可愛的禮物 我們現在看到鮪魚 完全不知道是要黏什麼 因為女孩子想的都很多 他要黏各種東西都把它黏上去 阿達你有什麼特別的 自己的野餐經驗嗎 我們在 滿多地方都有野餐的經驗 但是我在布丹的時候 野餐的那個經驗很特別 因為他們 就是去野餐的時候 他們是用外匯的方式 外匯 他們大概帶了六大個鐵桶 然後出來就是吃白米飯 吃白米飯 但是因為他們就是 好像因為他們的國情太幸福 也比較害羞一點 所以我就逼迫他們 教我跳他們不丹最流行的舞蹈 然後我在逼著一些害羞的不丹人 跳跟著老師動之動 算是滿開心的吧 這個交流的概念 對 但他們東西真的吃得太辣了 沒有辦法成長很瘦 很辣是不是 禮拜六就教大家不丹的舞蹈好了 還不錯吧 對,鮪魚呢 你有什麼難忘的野餐經驗嗎 我難忘的野餐經驗 是在台灣的那個南投 我們那時候去一個就是 那一集 它是就是很多小農 然後都是非常非常新鮮 台灣的就是種的那種水果 或者蔬菜類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 野餐一個派對 然後有優格 然後有什麼 然後都是大家就是親手 每個小農自己手做的 重點是我那時候還吃到那個 蜂蜜的蜂巢 然後還有生的玉米筍 都可以吃 而且都超級新鮮的 很特別 然後在那種那個 柚子園裡面 然後還吃到他們很新鮮的柚子 超棒的那一隻 希望禮拜六大家可以做到 你好吃的發脂甜點 希望大家吃的不要拉肚子 對 那你繼續工作 會不會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難忘的野餐之言 我覺得最難忘的是 我小的時候 我小時候跟我們的阿嬤 家人一起在我們的蘋果園 因為以前我們有一個蘋果園 滿大的 那個時候我們跟結國的親戚 聚在一起 來吃個非常好吃的BBQ 玩球 而且去拆蘋果 因為對於西方人來說 BBQ就是那個Piccning 我們的那個野餐 交給Piccning 是 非常的好玩 尤其是小朋友 我們長大的時候 很多人問我們 小時候你的回憶是什麼 其中之一一定是野餐 所以這一次我們跟阿嬤哥 分享給大家的是 希望很多不同國家的風土 分享給大家 包含台灣 讓大家感受到一個 很棒的一個野餐日 好 禮拜六好想吃你的 土耳其冰淇淋 一定要去 真的是百分之一百 不是九十九 百分之一百 很陶醍的土耳其冰淇淋 歡迎大家來自我們一起 享受 享受 陳大天快點 你的難忘的經驗呢 我的好多 我真的都做不完耶 沒關係 你講完之後你就完成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野餐經驗 是在巴黎島的巴杜爾火山上面 我們要帶了一群的蛋 帶了很多蛋 然後去溫泉 煮溫泉蛋這樣 然後後來因為真的太遠了 我們放棄了 我們就直接把那個蛋生吃下去 吃在火山上 吃了幾個 我們一人吃了一個吧 對 好 再吃一個 那你還還還 還不錯啊 很特別的野餐經耶 那就在大天分享完之後 我們的所有的手作結束 你不應該 你不應該 啊 趕快把你們那個成品拿起來 秀給大家看一下 可惜了 OK 而且你知道 是一個非常開心的禮拜六 希望你們也可以穿著 大型的布丹服一起來 OK OK 好 好 來 OK 破水瓶 破水瓶 來 好 來 瑋瑜露出來了 好了嗎 製瓶 dém視 感谢观看